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我们要搬家咯 1月7号起 最中立 最客观 最好看的 年代向前看 就在一新闻频道 周一到周五 晚上8点 林冠和你一起 年代向前看 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 大家好 我是林冠 欢迎我们周时观众跟粉丝们 扫描QR Code 订阅年代向前看 YouTube官方频道的影片 那我们观察 这个今天7月底 最后一天整个8月份 香港的局势还在恶化当中 现在包含美国都 这一个认真观看着解放军 在香港跟深圳边界的动向 那这一次中南海 对香港跟对台湾文攻武后 对台湾已经证实了 明天开始自由行不再放行 同时对于解放台湾 解放香港的各式各样 党媒言论不断的扩散 那武统跟反统一方面各自动员 影响台湾内部的选举 另外一方面 这一次呢 也在香港的局势恶化的同时呢 国际媒体追踪传出来 习近平的表弟叫做齐明 并没有跟着爸爸 这个习仲勋姓 跟着姓齐姓 那这个齐明在香港 这个新闻恶化的同时传出来 在澳洲的新闻曝光 而且呢 关键的曝光是他搭着私人飞机 带着巨款 在澳洲做VVIP的豪赌 那香港过去特定的网路媒体 跟城报的这个媒体报老板 实际上是曾经指控习家是天下第一摊 天下第一摊 背后是不是有中南海恶斗的政争局势 我们待会儿要好好聊聊 好 今天现场邀请到六位特别来宾 第一个好朋友 汪昊大哥 大家好 再来董立文老师 大家好 再来是张国成老师 大家好 再来是林平辉 大家好 再来是姚慧珍 大家好 再来是创夏 好 刚刚讲一方面 习家天下第一摊的消息传出来的同时 一方面香港还在恶化 而且解放军是不是真的进驻香港 镇压香港 解放香港 全世界都睁大眼睛在看 我们先看一下下面的画面 中文字幕提供的 中国人 非常有助于 非常有助于 North Korea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看到的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 他每天起床先看中国新闻 先看香港 那最近这个解放军 到底是不是在香港 跟深圳的边界随时待命 外界跟全世界的媒体 都睁大眼睛看 香港的局势不断的在升高 而在不断的升高过程中 美国软中带印的出面 警告习近平 你不要给我乱动手 六四天安门 不准在香港重演 所以蓬佩奥就讲了 他每天就处理的事情 这么多国务卿嘛 但他第一件事情 其中第一件事情 看报告 中国有关的报告 特别是香港问题的报告 香港直接的新闻 他都特别的关注 他希望中国呢 在过去的时候 不管是北韩啊 伊朗啊这些事情 中国跟美国的配合 都是有进步的 香港是退步的 他就特别点名了说 抗议是合理的 抗议是正常的 就算白宫外面都有抗议 他从到国务院来上班的时候 在外面都会碰到抗议 他就告诉中国说 抗议 你不要给我乱动手 那为什么会讲到这么重呢 是因为他们白宫的资深官员 也开始告诉彭博社 他们已经找到资讯了 在湛江那边地方 在深郡那个地方 很多解放军正在集结 而在集结过程中呢 香港本身呢 在香港 解放军在香港里面 就有六千人 而且他们在2016 2015的 湘江卫视演习的时候 曾经演练过四万大军 四个小时之内 平定香港的动乱 所以他们似乎担心说 这样一个状况 是不是真的在发生呢 而且在湛江呢 又是中国的南海舰队的司令部 有最好的F35 不是 那苏凯35都在这边 是不是会 揭对香港的动手 他特别警告说 我们盯着看 你千万不要这样的动手 而在这一个严格警告之下 为什么他们觉得说 中国可能会有动作呢 因为中国呢 也开始呢 针对这件事情呢 越来越强硬了 甚至呢 外交部里面 中国的外交部讲说 这个呢 香港的抗议 是国外的黑手在操控 而这国外的黑手是谁呢 就是美国 所以美国呢 也说他们从来没有去操控 这是正常合理的 另外一个呢 侠客岛呢 又开始讲了说 他们的警察呢 是爱与感化 他们大家现在的 所有动作都是出于爱与包容 所以他们不认为说 他们的镇压动作 各种的打 各种的那个 越来越凶悍的 一个警察动作 是强 是那个有失控的 所以在这种局面下 当时如果中国 对香港越来越强硬 而美国也告诉你说 真的很担心 六四天 美国会讲说 他一定会介入 尤其是现在在上海 正在进行贸易谈判 如果你中国误判的形势 你可能付出的代价 不只是香港这边 国际上的关注 而在中美贸易战争那边 可能美国都有 更多的步骤 会出来打手 那我问一下这个 王浩大哥 解放军万一镇压香港的话 对于美中的贸易谈判 跟台湾内部的选举 都会有冲突跟影响 对 我想这个 当然取决于解放军 进入香港镇压的形式 当然有 比方说他 镇压的过程中间 有多少人流血 受伤 或者甚至于死亡 这个整个的一个过程 多惨烈 那如果解放军 化身大量的武警 然后进驻香港 全面进驻 全面接管呢 对 这个当然就是 香港就彻底 没有一国两制了 就变成一国一制了 那这个当然 完全跟当初 中英联合声明 是违背的 从美国的角度来讲 他当时 有的对于香港关系法 也需要全面检讨 那实际上美国国会 一直在准备 这样的这个香港 民主自由法案 随时就是说 一旦解放军动武的话 美国会对香港 从政治经济文化 这个各个方面 对中国对香港 都实行制裁 特别是有关的 中共的官员 对他们这个 旅行去美国 或者是他们在 美国的资产 在海外的资产 进行冻结 进行制裁 我觉得这方面的行动 一定会有的 那中美贸易谈判 恐怕就一定会 停止不前了 没办法继续进行下去了 那当然 如果香港局势 很危急的话 那美国对台湾的支持 也会加大 这个也是很明确的 我觉得这个 我一直说这个 无论是美方 还是中方 对于台湾 香港和 中美贸易关系 中美关系 都是把它当作 一盘棋在看嘛 那么这个中方 一直就是杨洁篪 一个人在操盘 三个领导小组嘛 那美方也是 这个国务卿 他说他每天 早上起来工作 第一件事情 就是了解 中国的消息嘛 所以我觉得 川普也是 你几乎看他 每两天都会发 几个推特 昨天晚上又发了 好几个推特 在讲中国 中美贸易战的问题嘛 所以我觉得 这个形势是 确实是一个 香港的状况 跟中美贸易战 和台湾的大选 都是紧密相关的 那董老师 你怎么观察 香港如今的变化 牵动着全世界 香港那个港澳办 在我听起来 其实那是一个 缓和的讲话 什么地方缓和 港澳办说 四个坚持 你看一下 那四个坚持里面 其实是四个支持 支持林郑月娥 支持这个特区政府 支持香港的司法 跟警察系统 支持香港的爱国 爱港人士 全部跟香港有关 那句话什么意思 就是说 好吧这个麻烦 你们香港还是要解决 就是把责任 又丢回去香港了 这四个支持 然后这个记者有问 那是不是解放军 要入港的问题呢 那那个港澳办的回答 就更有趣了 他不是在认证 三天前 就是中国的国防部 发表这个白皮书 谈到香港的时候 国防部是说 军队会准备 要介入香港的 做好这个准备 可是港澳办的回答 没有去认证 这个国防部 而只是说 你们自己去看规定 然后这个听起来 港澳办的声明是说 这个坚决反对 这个就是说 违反了这个一国两制 这个法律的基本底线 坚决反对 伤害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主权 那你去对照这个香港 这个反送中人士的 五项诉求 要求下台 要求不要把我说成暴动 追溯报警 要这个双 双普选 没有一个诉求 是在违反一国两制 没有一个诉求 是在伤害你 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主权 所以看起来 就是说港澳办的声明 然后呢 这个等于是说 是在缓和情势的 我到今天 我还是认为 解放军 进入香港的 那个几率 非常非常低 为什么 因为国际的势力 国际的干预 尤其美国 它足够牵制 中共做这个动作 简单的说 我们之前讲过 香港是中共 藏钱 洗钱 吸钱的地方 我再讲 另外一个数据 香港 一年的外汇存底 超过4000亿美金 香港2018年 全球吸引外资排名 第一名美国 吸引外资 2600多亿美金 第二名中国 1300亿美金 第三名香港 1000亿美金 所以香港是 等于是说 是中国的一个金基母 然后这个金基母 得以变成金基母的原因 就是因为 它那个自由关税区 有这个地位的认定 所以你如果真的 军队进去了香港 美国会怎么反应 我还是强调 过去30年来 美国的这个制裁 它美国第一个 它不会军事介入 你的军队去 美国的军队 也不会去香港 但第一个取消 这个香港的 这个独立的关税区 去杀掉你这支金基母 第二个 这是针对香港而已 第二个针对中国 那就不是什么 中美贸易战 还要不要谈判下去了 大家都想得出来 整个美国一定有高涨的舆论 要求制裁中国 又来了 制裁中国 经济制裁中国 那就要加税 封锁 这个中国的什么 外汇存抵 没收 它的这个国债 等等 不堪想象 好我们稍后立刻回来 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 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聊的是 香港的局势 还在恶化当中 然而同时呢 传出习大大家族 特别是他个人的 这个曾经在2014年 大义灭亲过的表弟 在洗钱 为什么洗钱的新闻 跟香港绑在一起呢 因为香港过去长期多年 是中南海第一洗钱中心 当然白道在香港洗钱 黑道去澳门洗钱 港澳有特殊的 对于中南海来讲 绝佳的 不可替代的洗钱功能 然而洗钱的第一站 尽管是港澳 第二站 第三站 有的时候就流到新加坡 流到瑞士 或者澳洲 这一次被点名的齐鸣 是在澳洲被追到 我们看一下下面的报道 根据澳洲新闻节目报道 警方日前大规模调查经营赌场事业的皇冠集团 并与黄金海岸上搜查旗下 涉嫌洗钱的四人飞机 当下却意外的发现 习近平的表弟 齐鸣在飞机上 并有密切关联 澳洲新闻节目表示 齐鸣是皇冠集团的VVIP 每年都会在赌桌上 投注数百万的美元 还有网友爆料 其名在末尔本的赌场表现出色 在澳洲当局为期半年的追踪调查当中 皇冠集团赌场大量外洩的文件显示 该公司涉嫌洗钱的幕后运作 与中国官员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好创下刚刚讲 香港是中南海第一洗钱中心 就在香港局势恶化的同时 传出了习近平家族洗钱的新闻 习近平打贪反腐雷厉风行 但是没想到在澳洲呢 澳洲的90分钟60分钟这个节目 还有两个媒体 同时突然一个报道是说 他们查到了习近平的亲表弟齐鸣 竟然牵涉了在澳洲洗钱的一个状况 而这个故事呢 是在2016年10月的时候 他们在抓一个皇冠集团 这样一个可能这个赌场又涉及洗钱 然后中间可能跟黑帮三合会有关 也跟中共的很多高干的洗钱管道有关 就抓了在一个VIP里面 抓一个姓汤舅的人 加上另外一些人就被抓起来 然后后面呢 澳洲官方很低调的 把这个新闻给这样子没有出来 但是整个他们节目里面 花了半年的时间调查采访 从善望这文件里面 竟然看到了一个名字 就叫做齐鸣 就是习近平的亲表弟 齐鸣竞在里面 然后他们后来发现说 原来齐鸣呢 在这个内部文件 赌场内部文件里面呢 叫做VVIP 就跟我们那个燕一样 是非常高党籍的 是一般的不能控制 不同阶级的VVIP 阶级差很大 然后他呢 表哥是中共的领导人习近平 他拥有澳洲的护照 甚至在墨尔本有制裁 而且呢 发现说其实呢 他在赌场里面呢 出手或什么 都是非常有能力的人 然后在查过去 才发现说 当时澳洲警方有跟中国讲 有这件洗钱案 所以中国在中国内部里面 也抓了16个人 可是他们在追踪发现说 这个东西抓人 中国也是好像玩假的 因为这16个人 在2017年 通通被放出来了 所以代表着这个集团 在中国里面 也是被保护的 然后这个奇迷呢 更让人家想到 那个时候还是习近平 自己在2014年 8月31号的时候 在中共内部开会里面 说我是多么的大义灭心 在他妈妈齐心的面前 把他的家族通通找过来 说这个齐民呢 还有另外一个表弟呢 有涉及贪腐 所以他直接的 就叫公安 家庭会议表决通过之后 直接的把这个齐民给抓走 如果是抓走 就去做惩戒了 那为什么2014年之后 两年之后 在澳洲出现 两年之后成了VVIP 所以现在这件事情 就是习近平家族 也许他自己 还有他的亲戚 他的太太那方面 还有他的妈妈那方面 恐怕都是一个涉滩 然后甚至有人说 他们叫做天下第一滩 真的 那过去习近平家族 洗钱的新闻 陆续出现过 包含巴拿马文件的 这一个部分揭露的时候 习近平家族也被点名 对 那个2016年 国际调查记者组织 他们就是全球的 调查记者合作 揭开了一个全球 政商权贵的一个 神秘面纱 这个神秘面纱的来源 是巴拿马一家的 律师事务所叫 莫萨克公司 就这家公司 竟然是负责了 包括中国 俄罗斯 其他全世界 有72个国家的 前任跟现任的 国家领导人 以及相关的一个 政商高层 全部在这一家公司 律师事务所 进行洗钱 跟成立一些 离岸公司 然后进行洗钱 跟逃税的一个 相关的一个情况 然后其中这家 律师事务所 最大的业务 高达三成的业务 都来自中国 跟香港 那在中国的部分呢 他们光他们那一次 披露出来的 就总共有七位 前后任 包括习近平 包括李鹏 包括张高丽 包括贾庆林 包括邓小平 全部都有在这一家公司 成立一些相关的离岸公司 然后其中 他们又进一步 从一千一百五十份的一个 相关的巴拿马文件资料里面 然后发现说 如果扩大层级 不要只限于是 中共那个政治局委员的话 全部加起来 有高达三十位的 中国富豪跟政商 那个高原 全部都是在这一家公司 律师事务所处理 他们这一些逃税的业务 然后在整个事务里面 他最点名的是两个人 一个人叫做邓家贵 邓家贵我们都知道 他就是习近平的大姐 然后齐乔乔的第二任老公 然后他们在里面揭露说 邓家贵在2004年的时候 透过了这个律师事务所 收购了一家叫做 Supreme Victory 最高胜利的一家企业 但是很诡异的是 在三年之后 这一家企业就已经又减散了 结果邓家贵在2009年 又成立了在两家BVI的公司 然后这两家公司 也在2012年11月也就减散了 所以到底这两家公司 成立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是不是有进行一些洗钱东西 其实巴拿马相关的文件 还持续在追踪当中 那另外一个点名的 比较清楚的是 贾庆林的外孙女李子丹 当时他们的文件披露说 李子丹根本未成年 还是在美国 Stanford大学的时候 他就已经在 英属维京群岛2009年时 就已经有两家的公司 而其中在2010年 中国高档的手表商 亨德利这家公司 他的创办人张于平 竟然用一美元 把他整家公司的股权 全部都卖给了李子丹 就非常诡异 然后整体事件 现在就是说 目前他们所追踪的文件 到此为止 但是我相信 他这个一揭露 已经是把所有的一个 中国的权贵高层 财务全部摊在阳光下 很有意思是 被这个巴拿马文件 所点名的 所有中国的权贵高层 都说 我们不回应这个问题 真的 而且已经点名过的 几乎都是 中南海的大家族 包含了习近平 邓小平的家族 包含贾庆林 李鹏的家族 通通都是 超级富可敌国的太子党 我们广告之后再回来 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看的是 天下第一摊的故事 天下第一摊 不是本节目取的 是香港城报的创办人 谷卓恒 他说习近平家族 是天下第一摊巨摊家族 那习近平家族 就在香港的抗争跟暴动 不断的升温的同时 传出来家族的成员 叫做齐明的 这个可能是他的表弟 或者堂弟 涉及在澳洲洗钱 而且是在澳洲相关的 VVIP的赌场洗钱 那为什么姓齐呢 因为习近平有几个姐姐 当时这个是宠母姓 所以习近平姓齐 然而他有姐姐妹妹 叫齐齐齐 齐巧巧之类的 那问一下张国诚老师 那这里头呢 在回溯两三年前的巴拿马报告 那个时候揭露了相当多 中国政商名人 中国权贵的家族 那特别是政治核心的家族 几乎每个家族 都有这一种洗钱的海外账户 跟海外富可敌国的金钱 是的 这个巴拿马报告当时 传出来的时候是蛮震撼的 因为等于是中共政治局委员的一个名录 比如说大家比较注意的 就有譬如习近平 李鹏 这个的家属 然后张高丽 刘云山 这些人士 当然他们本人也都否认 而且呢 这个根据中国的司法 才有权利对他们实施追查 但是根本就怎么可能追查 不可能追查 所以这个自然而然 也就是成为一个新闻的焦点 但是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 那为什么这个中国的这些高官家族 连同太子党经常会被传出 有这种贪腐的传闻 其实有几个重要的原因 第一个是因为他权力都太大了 没有制衡 然后呢 你就算知道他有什么违法犯纪的事情 谁敢检举 没有人敢检举 司法也不独立 第二呢 就是中国呢 这个国家资本主义 走向官僚资本主义 所以呢 金饭碗太多了 那谁能掌握金饭碗 就是这些人物 所以如果你这个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没有这么多的国营企业 没有这么多的特许 这个特权 那当然这个贪腐的情况就会减少 第三个就是联姻 家族关系 我们经常看到 这个很多人士 他明明他爸爸姓什么 可是他的孩子不姓那个姓 因为他们的联姻关系 其实还蛮复杂的 然后一个人可能也有好几个太太 所以这他的孩子可能 兄弟姐妹之间姓也不太相同 那这个当然 而且不相同的姓 比较不会被直接联想到 像我们给观众朋友看一下 这个习近平的家谱 已经曝光的 他呢叫靳平 他弟弟叫远平 所以呢 这看得出来是兄弟 可是他的两个姐姐 齐巧巧跟齐安安 因为宠母姓 所以一般人 其实不大容易看到这个名字 连接到习家 你记不记得任正非 他那个大女儿叫孟晚舟 孟是一个稀有的姓 以及一般人绝对很难理解到 孟晚舟的爹叫做任正非 因为传统上孟晚舟 可能应该叫做任晚舟才对 那于是在中国特定的权贵家族里头 你会发现 他们有些时候要让孩子 不要跟着重复性 恐怕是有多重的意义跟目的 共产党本来从列宁时代开始 就习惯用化名 列宁也不是他的本名 那么这个毛泽东也有很多化名 周恩来也很多化名 这个邓小平在革命时期 也有很多化名 毛泽东的女儿也不姓毛 这个在中国大陆 是人尽皆知的事情 所以这个对他们来讲 这个是一个常见的传统 那对中国人来讲 或许比较能够分得清楚 这间的差异 可是对在外国一注册 这个名字一用拼音 这个马上就除非很认真去查 不然就查不太出来了 所以他这个联姻家族关系 非常的复杂 那为什么他们的太子党 这些高官权贵 要掌握这么多的钱 巩固政权是很重要的一个目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的权斗向来是非常厉害 那这个高官 其实他一时现在有很大的权力 但是不见得有保障 所以他一定要弄很多的钱 来培养足以自保的力量 不然谁愿意帮你卖命呢 你有这么多的钱 必要的时候要跑路到国外 你也才有这个生存 这个保命的这个资本 然后最后 而且钱放在大陆 只要双规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了 然后钱放在海外 只要安全 只要人还可以流亡海外的话 都还可以过着痛快的日子 而且钱在海外最坏状况 你还可以谈点条件 如果你不判我死刑 怎么样 我可能把那个账户 就这个交还回来 这个作为一个这个认罪 这个他们讲认罪福法的一个 这个服从法律的一个资本 那最后啊 就是趋炎复事的人 在这个社会上一直很多 所以你说一个人有这么高地位 当然很多人就会去捧他 不管从商好 从政也好 都是一样 美国去打海湾战争的时候 那那个统帅叫做史瓦兹可夫 他后来写了一个回忆录 当然他口述人家帮他写 他说啊 他从这个上校 升为将军的第二天 他说最大的差别 就是我的笑话都变好笑了 因为以前的这个上校嘛 那个地位还是 当然将军之后管的人多了 听命令多了 那讲笑话 笑的人就变多了 实际上他还是他 笑话还是笑话 可是这个笑的人就变多 代表什么 连美国的社会 趋炎复事的人业还是很多 那更何况是中国啊 其他华人社会 那为什么跑到香港 香港很重要的地方 第一个语言相通 第二个香港购国计划 所以你刚刚讲钱要出国 透过香港这个方便 第三个香港算基本有法制 而且我打个岔 关二代关三代的洗钱中心 都是香港 扁家的还叫七亿 第一站也是香港 那个像火车站一样 第二站第三站才走到瑞士 那中南海洗到香港 还有一个很大的中间的转折平台 叫做国有企业IPO 因为你刚刚讲 党国资本主义都换成特权国有企业 特权国有企业都是家族掌控 可是在中国内地 如果他没有挂牌的话 其实他不容易cash out 对不对 然后在香港IPO挂牌 名声言顺的洗钱 以及洗完之后 就再从香港洗到海外 而且香港还有个好处 就是香港总的来看 还是重视法制 那重视法制的话呢 你说你要查 就不是这么容易 如果你是在中国大陆的话 要查这个谁当权 谁就可以查 哪有什么隐私可言 可是大家都一起洗的时候 就恐怖平衡不查 就恐怖平衡不查 就你家也有 我家也有 那大家各自找各自的 这一个坑的话 那压根对大家 变成一种恐怖平衡的 安全的这一个 这个安全共同网 所以香港的话 就是你基本上 连恐怖平衡 还可以先不用的平衡 你先过去 因为香港政府 基本上在过去 还讲究法制 你没有立案 不能随便查 那最后一个好处是什么 就是你到其他国家 比如新加坡 虽然他的制度也很完整 各种管道很多 可是他毕竟是外国 你香港怎么样 也算是中国 所以呢 对中国的高官来讲 香港有更大的好处 就是管得到 你至少里头的人 面对这个内地来的 大陆来的这些高官 你不敢完全公事公办 你管得到 你不敢随便去举发 因为大家都知道 就算没有这次的送中事件 中国对香港的影响 还是很大的 他是上头老板 所以他的钱在里面 进进出出 无论如何 不像在国外 这么容易被举发 毕竟这个香港 还是要顾虑到 中国的这个老板的 这个影响力 中国就是香港的老板 那等到他一切都洗得白了 OK了之后 在这个出国 这点就是香港之所以 成为一个这个洗钱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个据点 跟改革开放之后 官僚资本主义 太子党的这种 这种力量之壮大 富可敌国是分不开的 所以香港的金融中心很重要 过去香港的金融中心 台湾在移政税还是50%的时候 台湾有钱人也一定要有香港账户 因为从香港控有台湾的股权 跟资产的话 逃掉移政税 很容易移转继承给下一代 这是一个 然后日本也是遗产税超高的 所以日本的富豪 没有香港账户都不是A咖 只要够有钱都会有香港账户 那过去本来香港跟新加坡 都扮演了亚洲富豪的免税 或者是避险的角色 那更妙的是2000年以后 非常明显的这个国弃股 不断的在香港IPO之后 那香港还有一个更大的角色 是中南海洗钱中心 所以香港的那个金融中心的角色 是相当多元的 对 因为香港的税制 这个非常的低 这不光是所得税率低 香港也没有遗产税 也没有这个红利税 所以像李嘉诚比方说 他香港最有钱的人 他一年只是在这个 长江集团领五万块钱港币的工资 钱领的太少 所以不用交税 所以李嘉诚基本上是 从来不交一分钱所得税 成龙也是 成龙也是从来不交香港的所得税 那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个香港这样一个金融环境 有非常巨大的所谓 离岸私人银行业务 那所有我们讲的这些中资权贵 几乎都在香港有一个私人银行的账户 但是即使是在香港有私人银行账户 他签约的这个法律管辖区域 不一定是在香港 可能是在新加坡 也可能是基本上是通过离岸公司 像刚才讲的巴拿马 或者开曼群岛 或者BEI 这个登记注册的公司 来香港开户 然后这个户又不是 法律上开在香港 而是法律上开在新加坡的 只不过这个管理账户的这些私人银行 是在香港工作的 那跟私人银行配合的 还有非常大规模的会计事务所 律师事务所 证券交易公司 还有这个商业银行 整个它是一整套的服务 它是一整套的金融产业链 这个产业链在中环是非常完整的 那不光是一般的金融资产 房地产当然也是 中国的这个 任何人有权有势人 在香港没有一套房子 那就不算有权有势 那这个香港的房地产价格这么高 主要都是因为中国的权贵的 把它炒上去的嘛 刚才我们这个节目 这上面有说嘛 习近平家族在香港有十几套房子 他的姐姐和姐夫啦 在香港有十几套房子 有价值二三十亿港币 这个房地产 这个是尽人皆知的 在香港 那大家不知道的 还有更多的吧 现在的情况就是说 对于中共权贵来说 如果香港因为这次反送中 整个香港局势不稳了 整个香港比方说金融市场崩溃了 股市大跌 房地产大跌 对他们来说 可能更好的是一次掠夺资产的机会 因为最近你如果注意前两天 郭文贵在节目上有说到这个事情 我觉得他讲的这个情况 也同样适合在香港 因为我实际上两个多月以前 也提到过类似的想法 就是掠夺香港资产 我们广告之后再回来 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看的是 今年的国际跟国内的局势都很复杂 那在台湾内部 其实总统大选有一个变数 是财神业的郭台铭 郭台铭本身个人的资产 本身个人的事业 也是美中贸易战攻防当中核心的核心 现在上海正在谈判跟对话当中 然而同时也因为这样的局势攻防 香港的局势影响了全世界 香港表面上观众朋友看到的是 年轻世代民主派反送中 他们要争取真普选真民主 然后他们抗议中联邦 抗议中南海 抗议一国两制 然而更大的一个核心是 他们对于现状跟环境绝望 那这里头的绝望 昨天我们有讲到 对于贫富差距的绝望 高房价低收入的绝望 民主自由 一切都绝望 那绝望的人什么都没有 就烂命一条 所以他敢在街头跟你拼命 那有钱有身家的人反而不敢拼命 然后香港的资产这些年可以拉上去 很大一部分跟中南海的洗钱中心的功能 以及中国权贵 买房的买房 洗钱的洗钱 买车的买车 然后呢 有各式各样的这一个金融操作也有关联 然后汪浩大哥 你认为万一香港失去了国际金融 跟免关税的优惠地位之后 香港的资产跟整个香港的地盘 可能被中南海的权贵 或者这个共产党的权贵重新掠夺 对 从这个中共的权贵 这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的话 如果香港的局势现在急剧恶化 比方说解放军进驻香港实行一国一制 这个血腥镇压 然后全世界对香港进行制裁 香港股市房市大跌 这种情况实际上对于这些权贵来说 某种意义上是一个这个低价接盘的好机会 等于是把香港很多本地的有钱人 清洗出去 然后接收香港 对 迫使他们移民也好 迫使他们抛售资产也好 迫使他们这个关掉在香港的账户 就不要了干脆跑了 那些中国的权贵本来就对香港这些资产虎视眈眈 那有这个机会他们何乐不为呢 低价接盘 那这种状况是随时可能发生的 那这样香港就真正一国一制了 对啊 就是实质的一国一制一切就一国一制 对我觉得从中共的角度来讲香港港币全部人民币化 这个在技术上是很容易操作的 那通过这个办法香港现有的我们讲到 四千五百亿美金的外汇储备全部被中国政府收归国有了 哎呀 增补 这个 四千多亿是美金 美金啊 那个这个 从中国政府 所以香港是个金鸡母 接个金鸡母和乐部 那这些抗议的小孩随他们去 是 是 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来讲 说老实话 一国两制本来是说实行五十年嘛 那现在已经二十多年过去了嘛 还有二十多年嘛 本来也是准备到一国一制了嘛 只不过我就提前二十五年实现一国一制 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那从他的角度来讲 这个通过这个机会 把原有的香港的有钱人的资产给他清除出去 而面清洗 清洗出去 然后重新洗牌 让这些北京的权贵可以来接盘 把这些资产掠夺过来 对他们来说何乐而不为呢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 那万一发展到这样 美国很有可能就直接断掉 香港关系法的零零种种的过去的优惠 是啊 是啊 因为我这个问题 我实际上两个多月以前 在这个节目上有讨论过类似的情况 就是在中美贸易战的时候 为什么中国的权贵 有可能冒着这个中美贸易战 打到底这个对中国的出口行业 有巨大伤害的情况下 他不愿意让步 这个因为中国的出口企业 80%以上都是民营企业 都是台商 外资企业 这些企业如果在中美贸易战中间 受到巨大伤害 他们不得不放弃了 不得不撤出的话 中国国内的权贵就可以秤低接盘 对 秤低这个掠夺资产 就简单的讲 中国如果顺势可以让富士康丢包富士康 然后趁势接手整个电子供应链 其实对权贵集团来讲 何乐而不为 而且我又不会亡党亡国 是 那会亡的人可能是富士康 万一是这个局面 富士康可能会非常危险 但是反正倒霉的是富士康啊 那我如果是在后面等着接富士康的地盘的人 那很好富士康倒霉才有我成长的空间 富士康要是一直卡着这个位置 哪有我混的地盘 是是是这样一个逻辑 因为香港也是同样这个情况 李嘉诚敢帮我清洗出去 那李嘉诚在香港的资产就被权贵 李嘉诚习近平家族就接管了 对 所以从对于中国的权贵阶级来说 中美贸易战的恶化 或者香港局势的恶化 对他们不见得是一件坏事情 那么他们有可能愿意制造这样的危机 来有危就有机嘛 来取得这个夺取资产的机会嘛 真的那问一下廷辉哦 同时习近平家族也被点名 家族成员涉及投入的 还包含了稀土的产业 稀土的产业也是美中贸易战 攻防当中核心之一 对因为我们看到在中美贸易战打了之后 在520的时候 这个今年520的时候 习近平到这个江西去视察 其实视察的产业就稀土 曾经拿过稀土来对付日本 过了就是在2012年左右 对付日本有关钓鱼台的一些问题 那这一次中美贸易战又拿出来 结果我们后来发现到说 原来这个产业当中 有习近平家族的这个势力在里面 那习近平的姐姐 就刚刚我们提到的齐乔乔 他的丈夫就是邓家贵 邓家贵是什么人 他是云南人 但是他早就到香港去治产 那齐乔乔他的女儿叫张燕南 但是这是跟他前夫生的 那邓家贵等于是他 这个所谓第二任的丈夫 那为什么是在1990年的时候 他们会结婚呢 其实当时1990年的时候 习近平刚好是接 这个福州市的市委书记 所以大家可能是认为说 他未来是有些前途了 那一直到2008年的时候 结果邓家贵呢 就用了这个习近平上位的时间 就是说他接任了中央军委 副主席的这个时间的投资了 以拿到的18%左右 是有关于江西西土的 稀有金属的乌集团的这个股权 这个公司总共市值高达17亿美元 那这一次来讲的话 因为稀土的问题 所以稀土的价格也不断的攀升 所以邓家贵就是说这个家族 他本身来讲就在香港 本来就有他的一个原本的房地产 以及原本的公司 那以及投资香港非常多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他会拿到更多的这样资源 那从习近平这个方向来的话 我觉得这当中的很多家族 都有提到这个问题 那我们另外一个东西要关注的 就是说为什么那么多的 中南海的权贵的小孩子都送出国 有人开玩笑说 如果有一天美国大学 办这个所谓的家长会的话 那中南海的这个中央政治局 这个开会是开不了的 因为所有的家长都跑到美国去 所以这是一个笑话没有说 但是也凸显出 这是不是又另外一个洗钱的管道 就让这个小孩子到海外去 开了很多户头 全世界的小孩都是重要的洗钱的 对这就是一个洗的工具 难道他们真的去读书吗 我不这么认为 好我们稍后立刻回来 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聊的是天下低摊的故事 这个就在香港的局势 还在恶化的同时呢 这个习近平的家族成员叫做齐鸣的 那外传可能是他的表弟或者堂弟呢 在澳洲洗钱被逮 被钉 那澳洲如何洗钱呢 据说他搭的是私人飞机 然后是赌场的VVIP 那在赌场里头洗钱是这一个司空见惯的新闻 不过去香港另外一个媒体老板叫做谷卓恒他是承报的创办人 他就曾经点名说习近平家族是天下低摊 对谷卓恒在今年二月的时候在他推特上面爆料 就说习近平家族不仅是天下中国的第一摊 甚至是在几届中国领导人里面是 贪腐程度是空前绝后的 他举了几个例子 就是说习近平家族透过他姐姐 然后一些相关的亲友们 在中国美国欧洲其他整个国家 加起来有数千家的空壳公司 光是在香港就至少有3000家 那这些这3000家公司 其实你表面上看没有关系 但事实上里面看的话 都是跟习家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 他甚至进一步爆料说 在肖建华被消失之后 其实肖建华在有退出一家公司 离岸公司叫CCB 那这家CCB的离岸公司 他其实是挂在建营国际之下 那建营国际他等于是 间接掌控了海内外 高达7亿港元的一个资产 那他退出CCB之后 这股权是由谁吃下呢 就是由习近平的大姐夫 邓家贵的秦川大帝吃下 那他吃下了这个之后呢 后面大家都知道说 等于是前手换后手 整个资产就变成了习家所有 那这个他这也不是肖建华 跟那个秦川大帝 这不是第一次有关联 早在2013年的时候 其实就有那个纽约时报就报导出 肖建华曾经出资1000万美元 然后收购了齐乔乔跟邓家贵的另外秦川大帝另外一家公司 50%的股权 所以他们的关系是从2013年开始就联名到现在 那事实上不只是古着痕有这样的质疑 早在2012年的时候 其实Bloomberg杂志媒体他就曾经就披露过说上千笔的一些资料 然后发现整个习近平家族主要透过他的大姐夫邓家贵 跟他的那个大姐夫跟他的那个外甥女张艳南 持有非常庞大的资产 资产规模高达数百亿元 那主要分成两块 第一块就是邓家贵持有的资产的股权 刚刚有提到就是江西物业这个部分 他持有江西物业是高达18% 那18%以2012年Bloomberg算的资料是 当时这家公司的市值是17.3亿美元 所以按照他18%持股的话 以当时来看他们持有的股权就高达新台币100亿元 那在另外一个部分在齐超跟邓家贵 还另外持有一家公司叫北京和康益胜变频公司 那这家公司从他们持有到后来整个翻了44倍 那这个部分也是成为他们一个非常庞大的资产 但是在刚刚提到另外一个就是在香港的一个业务物业的部分 就是房地产的部分 这个部分主要的持有者其实都是齐超超跟第一任丈夫所生的女儿张艳南所有 光张艳南个人所持有在香港的物业目前为止所曝光的就有高达7笔 那这7笔合计加起来大概至少有20亿元的以上 那让人家比较 光这一个名字在香港的豪宅市价总值就超过了20亿以上 然后他有7间的豪宅 而且这个名字叫张艳南 这个名字是齐巧巧跟他前夫生的小孩 所以名字叫张艳南 你完全无法第一线直接把他串联到习近平 对而且你知道他们齐加在香港的这个制产其实最早可以追溯在1990年 所以他不是说他开始发迹了之后才开始制产 他是早在他还是在福建省的时候 他就已经慢慢在布局在整个香港 那最让人家觉得匪夷所思的是 他在2009年的时候 其实张艳南他捧着1.5亿港币的现金 买上那个潜水道的立井 立井到了一个豪宅 这个豪宅根据面积来讲是5100平方公尺 会算成我们知道比较熟悉的平的话是高达1800平 好这个就是香港如果有的时候你看一些八卦杂志 你会看到富豪或者明星的潜水湾独栋豪宅 那潜水湾独栋面海的view是海景第一排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市价是超过台币10多亿的 那名字也在张艳南下面 是 而且你知道他们现在是光曝光的 光他名字下就齐笔 还有任何其他没有曝光 所以他们认为一般推估来讲说 习近平家族在香港这一部分光有的房地产 加起来应该至少有上看数十亿到百亿的一个规模 这也是目前其实某一部分来讲 因为我们其实台湾很多媒体会去追这样的讯息 但是因为中国很多媒体是完全不会报道这样的讯息 包括香港反重中新闻 但是本节目的网路版就会有很多中国网友反抢来看 对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在想说 现在不是进一步在讨论到说 好像从8月1号开始 中国这个部分就不让很多的47个城市的自由行人来台湾 我觉得某一部分是不是也不愿意让他们窥见中国贪腐集团 极家第一贪的一个贪腐状况 真的那董老师所以刚刚讲香港本身存在很多核心的利益 那特别是对中南海的权贵来讲 在香港都有特定的利益 是的 我们回到习近平的家族 我们把它理一下这整个故事脉络 其实一切是从2012年开始 当确认习近平接班以后 彭博社是第一个丢出来说 这个习近平的家族在香港 他的资产有哪些 2012 2013年的年初 其实习近平就下令这个招子女回国 那当时还有个新闻就是说 至少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包括李克强等人汪洋 子女都要从美国读书到 都要这个招回中国 还有第二个新闻 就是说结束习近平家族在海外的这个 这个企业的经营交付信托 所以这是2013年 才有2013年到2014年 刚才有谈到一个新闻 肖建华才出现 他扮演什么角色呢 原来习近平家族为了结束他的海外企业 所以贱卖股份 那个时候肖建华就用1000万美金 就收购了这个习近平家族的企业 好然后跟着2014年巴拉玛文件曝光 现在最新的是2019年 就是这个年初的时候 这个承报的这个前老板 谷卓恒爆料 请看清楚 谷卓恒在说什么 他说习近平家族是天下第一摊 超过前任的任何领导人 至少1000亿美金 那你用这个标准来看的话 就刚才有谈到那个稀土行业 就是习近平家族介入稀土行业 多少钱 7000万美金 买下18%的股份 这个其实这个钱很少 而且听起来是辛苦钱 这个赚的是辛苦钱 才7000万美金 你要去赚那么一点钱 稀土呢 它还是一个生产业 就是说他在挖矿嘛 高污染的行业 他还是真的在生产 其实真的在搞的 真的去贪腐的那个钱 他肯定是回到这种金融证券保险 乃至于最不计也房地产嘛 电信这种行业嘛 所以呢 这个这一次就很奇怪 那肖建华为什么倒台 听起来肖建华当年 是救你习近平的人呢 结果这个人被抓了 所以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 是不是肖建华吞了 这个习近平家族的钱 他现在被清算 所以这个刚刚谈 有可能抓他 让他闭嘴啊 不 人家至少是你的恩人嘛 要闭嘴也很简单嘛 可是怎么会把他的人消失了 在地质里头 在地质里头 这些都是看门狗 我相信 对啊 看钱狗 看钱狗 就人头嘛 他的人头嘛 那这个古时候的皇帝 养看门狗啊 现在养看钱狗啊 钱要有人头看着啊 这也太悲哀了 那总不能挂习近平个人嘛 刚刚都点名了一个张燕南 姓张的跟姓习的感觉 是两家人 然后更重要的是 这家秦川大地公司 他的资产规模 上兆美金啊 所以 所以这样看起来 之前的2012年 2014年 巴拉玛文件 彭博社的那些爆料 都是小儿科了 滚到现在2019年了 就是1000亿 至少贪1000亿 吞了秦川大地 上兆 好 今天谢谢大家收看 年代向前看 也提醒我们的 忠实观众跟粉丝们 上网QR Code 直接订阅年代向前看 YouTube官方频道的影片 我们的影片 每天九点半会上传 所有最新的完整版 每天十点还会上传 这一个精华片段 欢迎观众朋友 订阅与分享 这很正常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我是陈寗官 拜托大家支持 唯一官方频道 年代向前看 赶快按订阅哦